他曾是星爷御用演员。年轻时眼神迷人,帅出天际。但没想到三位儿女如今却长成这样。怎么反差那么大啊?三个人还共用一张脸。 周星驰的作品大家都喜欢吧?大家还记不记得周星驰的那部《九品之外观》呢?那部影片中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谁呢?是徐靳江演的豹子头,还是邹赵龙演的常威呢?不过小编觉得应该是常威,邹赵龙把常威的那种丧心病狂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邹赵龙,又名尼兴,1967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市,中国动作演员。 邹赵龙五岁习武,主要擅长跆拳道和泰拳。 1979年以替身演员身份开始电影生涯,1985年主演洪金宝导演的电影《全力反弹》,20岁时来到香港发展,拜洪金宝为师成为洪家版的一员。 1994年,邹赵龙在电影《中南海保镖》作为李连杰的死对头,同年拍摄的《一天屠龙记之魔》娇娇主理他又是扮演迫害张无忌的宋青书。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《九品之外观》中,扮演了常威。 1995年,他和李连杰合作拍摄了《赤子威龙》,片中扮演了反派角色副船长。 1996年,他第四次和李连杰合作,在《冒险王》中再次对抗李连杰扮演的角色。 2000年,身在美国的袁和平邀请邹赵龙加入黑客帝国剧组,参与武术指导和演员训练。 2003年,邹赵龙接拍摄了自己在好莱坞的电影《黑客帝国2》,扮演的先知保护者。 2007年,邹赵龙又在叶伟信和《真子丹》导演的动作片《导火线》中出演反派。 2008年,邹成龙,李连杰主演了电影《功夫之王》,在片中扮演了《玉江战神》。 2013年,参演了李连杰和文章主演的电影《不二神探》,并与真子丹连妹出演了电影《特殊身份》,在片中饰演《长毛熊》。 同年,与邹超、刘亦菲等主演了电影《四大名补2》。 邹赵龙的妻子叫温慧德,1967年出生于香港,毕业于美国大学建筑系《中国香港女演员》、模特。 1989年参选《香港小姐》,并获得第四名。 1994年,与台湾大星《红金宝之徒》邹赵龙,一名迷星,拍拖被撞破,不过二人均否认恋情,直至1996年,二人终于承认已拍拖四年。 1999年,翁慧德坦诚他们曾分手,但和好如初,更于12月在洛杉矶注册结婚。 2003年,翁慧德为其诞下一对孪生儿子。 不过你也许想不到,影片中的硬喊,却一直偏爱女儿,早在妻子一胎时,她就希望能是个女儿,结果是双胞胎儿子,直到后来在她强烈的要求下,两人才如愿收获小女儿,而她更是化身宠女狂魔。 她不只做的一手好菜,更是喜欢为女儿吹头发,可谓典型慈父。 如今三位子女都长大了,但没想到邹赵龙年轻时眼睛超大,眼神迷人。 如今儿女的眼睛却这么小,反差也太大了吧。 邹赵龙在娱乐圈中没有人力捧,只能充当反派第一杀手之类的大配角,而无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明星。 不过在众多经典功夫片中,邹赵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抗衡成龙、李连杰、真死丹的人。 虽然邹赵龙在影片中都是饰演一个反派的角色,但是邹赵龙在现实生活中可是一个好爸爸、好老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